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理解两个概念了 一个叫Project的概念 一个叫Model的概念 比如我们到回想这个 知情的Android School Hotel Eclipse 在Eclipse里面有两个概念 一个叫Work的一个Space 一个叫Project的对吧 那Workspace的话就是我们的工作空间 那对应的Project的话就是项目楼对吧 我们一个工作空间下面是包含了很多项目 项目一 项目二 项目三 是这样的吧 包含很多的项目 而且这些项目有没有关系 这些项目基本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对应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在Android School Hotel的话 它就有两个概念 一个叫Project的 它的话也叫做一个项目 但是它这个项目的话 更加像一个工作空间 另外一个概念叫Model 叫啥呀 模块 它对应什么关系呢 它是一个项目里面包含了很多的模块 模块一 模块二 模块三 模块四 那这里面放着这些模块和这个项目有没有关系的 需要有关系啊 也就是敬意 相关模块需要和项目有关系 虽然你可以没有关系 但是敬意大家是把相关和项目有关系的东西放到一个 它的他那个项目的力量 这个最好你最好要和这个项目有关系的 能够吧 好相当它就有两个概念 对吧 比如我们来看一下 此时此刻我是相当于一个工作空间理念的 那我这里是不是它默认给我创建了一个Model啊 对应的话我可以去创建新的model 比如说60的model 对应的话你可以去指定 指定这么多 对应的话你可以创建liber 它这个是liber吧 对应的话这个是啥呀 手机是吧 也就是手机 我们走它 来看一下 比如说我给它创建一个model1 OK 下一步 准它 下一步 下一步 你看 在这里面的话就多了一个 叫model1 这个是给默认的一个model 那这里是另外我自己创建的一个model 那比如说我还想创建model 怎么创建呢 一样再来给它留一个 这时候我给它创建liber 相当于是mylibrary 相当于是library1 可以吧 OK OK 好 yes 一样我在这里的话就给它创建了一个model 创建liber 对应的话要去构建它 对应的话我稍等一下 我看一下这构建方式对不对 对不对 这块我们心不还 改成离性方式 离性方式它从本领寻拿去 OK 同步一样 好 你看这边的话就成功了 那一个model是啥意思 那任何一个model 你看它这个标记 是一个什么 小手机对吧 既然是这样的情况 我都可以把它给运行起来的 你看我就可以运行 单独运行它运行 看一下 淋上了 接下来你看 我是稍等一下 应该还在构建 稍等一下 好 很慢 OK 好 你看一下 我就可以把它给 跑起来 跑起来之后 就这样的 model 1 也就是一个model 是不是有点感觉 像我们之前的一个project 像我们一个news里面的project 一个一个的都可以运行 对吧 但是它是尽力的话 你不要把它单纯为 Eclipse的工作空间 Eclipse的工作空间 它是什么都啊 留意三一段 但最好的话 它是尽力你 和它相关的模块 你把它放到这里面来 对吧 那这里就是一个一个的模块 那假如说我去创建一个工程 我去用一个project 对的话 我选择一个project的一个tool 是吧 project的一个tool 对的话把它放 这个改一下 叫IT黑马 就是come 对的话 我给它改到一个桌面 那这个时候它又是一个什么样 project的 你解了吧 对的话你去看 我创建了一个project 你看 它会去开一个新的一个创建了吧 好 这里又是一个新的project了吧 这个project的话 它默认给我创建一个model 叫APP这个model 理解了吧 好 OK 这就这样的概念哈 一定要理解哈 这个意思的方法不理解 没关系 你用久了 这个对你们来说 肯定没难度 也就是一个project 它是对一个创建 对吧 创建里面的话 就有很多的model 每一个model 它是可以单独的运行的 对吧 好 这块我给大家请讲 或者看一下底纪有没有 遗漏的吗 好 这块大家回去再看一下就可以了 对吧 model的话 可以是可以一个单独 可以自行的程序 也可以是一个公共库 有那个公产品 对吧 好 请讲